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我们党的有力的武器 是我们党的好传统 在这方面 我特别想跟各位介绍一个人 今天就讲讲这个人 这个人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 建国之初我们党的核心领导层 毛刘周朱晨的那个陈 陈云同志 上海人 学徒工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我们党有自觉性的党员 忠贞坚决的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一辈无产级革命家 陈云同志 我是看他的一篇文章 陈云文学里面一篇文章 讲怎么样能够少犯错误 读下来之后 有感于今天 我们很多人害怕提他有错误 越是害怕别人说 那其实错误越大 陈云同志这篇文章呢 标题就叫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啊 犯了错误以后怎么办 那令说啊 怎样才能少犯错误 这文章什么时候写的 嗯 1947年写的 1947年2月7号 陈云同志亲笔写的一篇文章 开篇设问 我们可不可以少犯错误呢 这个问题提的好 拿我来说 我是中央委员 我犯了错误影响就比较大 我们过去啊 我们党有个非常好的 这个党风文风 那就是我们不装啊 谁都别装 毛主席的文风尤其亲切 毛主席那文章写到呢 烧炭的这个警卫战士 啊 一条书没念的穷孩子都听得懂 老百姓听都听得懂 但是呢 毛主席的文章引经据点 那种这个知识的 那种这个博学啊 问题之深刻 那同样 你就是大学者又怎么样 你法国留学回来的 俄罗斯留学回来的 美国留学回来的 那一样啊 这种大道质简 道理讲的明白 陈云同志他自己呢 他说他是学徒工出身的 他这个 他这个话呢 就写的比较简单 但其实呢 简单 但是道理非常深刻 就是一点也不装 以前有个人做广告 说成一个化妆帖 在脸上一点也不崩 一点也不崩 哈哈 戏文章就是一点也不要装 做节目不要装 有人做节目装 平时水平在这 做节目就要假装到这 弄个T字器 然后自己念写好了稿子 那你 你眼神不正确 你知道吧 你念稿 眼神这样 为什么要装呢 不自信吧 为什么要装呢 要显得比自己实际水平高一些 你天天出来 大家都什么审视 你横着审视 竖着审视 彻头彻尾 彻底彻外 把你抹死一个遍 你装得出来 不要装 有老实的态度最重要 陈云同志认为 我们怎么才能少犯错误 或者 不犯大的错误呢 在延安的时候 他说呀 我曾经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 是因为经验少 毛主席跟我说 你不是经验少 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他要我学点哲学 过了一段时间 毛主席还是对我说 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毛主席以张国焘的经验 还有不少例子 加以说明 第三次毛主席 跟我谈这个问题 他仍然说 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大家看看 这就是陈云同志的新闻风格 他毫不怕自己呢 这个犯错误这个事实呢 通过他自己的嘴意讲出来 他还把毛主席三次跟他谈 你犯错误的根源问题 在文章开篇就讲清了 陈云说 后来我就把毛主席 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 都找来看 就研究 毛主席处理问题的方法 同时再次考虑 错误到底是哪来的呀 我得出一条结论 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 有偏差造成的 陈云说 凡是错误的结果 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 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 认识支配行动 行动是认识的结果 陈云举了个有意思的例子 他说比方说 蒋介石为什么说三个月五个月 可以消灭我们呢 他这种错误的判断 就在于他对我们的兵力是 同群众结合的这一点 缺少估计 同时夸大了自己精锐武器的作用 忽视了自己军队的士气低落 和同群众的严重脱离 然后他又举个例子 说敌人1950的失败 也是由于赵公武和陈琳达 对我们部队的认识不对呀 他们错误的认为 我们兵力分散 不能集中 我们这次在敌后 有些同志有点惊慌失措 原因是他们过高的 估计了敌人的力量 明明是狗瓜皮帽 就把它看成了猫耳山 太妙 漂亮 陈云同志 他平时不苟言笑 你很少哈哈大笑 但是他行文起来 还这么生动 明明是个瓜皮帽 你把它看成猫耳山 陈云同志很喜欢 拿瓜皮帽这个做例子 陈云同志说 他能注意观察 做买卖的人 说是有人呢 戴着瓜皮帽 叼着水烟袋 然后呢 再思考一些大事 然后说这就是军师的作用 这就是师爷的作用 也就是说做事情啊 大家一股脑子都插和进去不行 一定要拉开一点距离做观察 戴着瓜皮帽 叼着水烟袋 在地上夺方布的人 陈云同志向来重视这些人的作用 在这儿 陈云同志又举了瓜皮帽的例子 用了瓜皮帽的比喻 陈云说 我认为我们做工作 应当把99%的力量 用在了解情况上 情况了解清楚了 就可以正确的决定对策 我在延安时 从早员出来后 到中央裁办工作 如果要我明天做报告 当天晚上 我还忙着搜集材料呢 干嘛呀 了解情况啊 不忙于决定对策 而是首先了解情况 这才不是本末倒置 陈云同志这话深刻呀 我觉得我们各级政府部门 各单位的领导 都应该注意这个问题 你们单位是不是会还没开 总结报告都已经写完了 你们单位是不是大量的时间 用在请秀才 怎么找材料 怎么册词 怎么写的漂亮 怎么让人觉得你有水平 怎么样包裹表扬和自我表扬 相结合 把功夫都下在 装扮美丽的羽毛上 自我 自我期许过高 或者其实事没做多少 就是要写的漂亮 把功夫用在 本末倒置上了 陈云说 不忙于决定对策 首先是了解情况 陈云根据他的革命实践经验 他做出了这样的概括 他说实事求是 既容易做到 也难以做到 要做到实事求是 就要对具体情况 分析 实际情况中 找出对策 人之所以犯错误 都是由于不了解 实际情况 就匆忙的做出决定对策 主观和客观脱离 当然了 他又说 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 也不是那实际情况 一点都不了解 只是了解的情况 是片面的 而不是全面的 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 片面的情况 不是真正的实际 片面的情况 不是真正的实际 也就是说 他并不合乎实际 所谓难也就难在这 陈云同志坦率说 我参加革命20多年 犯错误 都是因为在认识上 存在片面性 他说 那说到这儿 要少犯错误 首先要避免 认识上的片面性 方法我概括为三条 第一 交换 第二 比较 第三 反复 这个大家听过很多吧 陈云同志的比较交换 反复 是吧 不为上 不为输 要为实 对不对 关于交换呢 他这么解释 他说交换是带头的 所谓交换就是要 相互交换 正反两面的意见 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面情况 交换的时候 要特别找 同自己意见 相反的意见 相反的意见 可以补充我们的事物 认识的不足 相反的意见 即使错了 也有可能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 或者包括一些历史经验的推论 陈云说 对同自己相反的意见 我们也要做些分析 汲取其中有用的部分 例如陈独秀的错误 李立三的错误 王明的错误 不是由于这些人发神经病 或者是因为他们是傻瓜 主要是由于他们夸大了事物的一面 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 比方 1930年革命高潮 1930年革命高潮 只是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运动 处于低落实高 而不是比大革命失败之前高 红军比过去是大了 但是还不是大到足以打垮蒋介石的程度 他又举例说 1932年的128事变 是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 但还不是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四中全会的错误结论 临时中央做出的关于争取革命 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 都是对当时的刑事做了错误判断 我们不能说犯错误的同志 对刑事的判断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他们夸大了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 哎呀实话说 我在读到陈云同志的这些话的时候 我是很有感慨 我们今天还有多少同志 在对刑事分析的时候 能够下最大的气力 99%的气力和决心 用于了解情况 还有多少人愿意听那些不同的意见呢 连朋友圈里边的意见 我们很多人干脆一言不合 索性拉黑 根本就不听别人的意见 陈云同志已经是中央委员 在党内担付那么重要的职务 1947年的陈云同志 对自己的错误毫不留情 对毛主席的批评指教呢 虚心接受 他还总结出一些呢 少犯错误的经验教训 这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来说 包括对我们 居委会中心理论组的同志来说 都是很好的教育 陈云说 我们应当搜集反对意见 我们应当搜集 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 注意啊 反对意见里面也有正确的 对于正确的反对意见 可以补充我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不足 对于不正确的反对意见呢 我们要把它驳倒 越是不正确的 越要把它驳得彻底 既然要反驳 你就得找证据啊 这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 正确的意见 往往就是由系统驳倒 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 注意这句话 这句话简直是 可以用来专门的写文章 阐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道理 毛主席的认识论 实践论 毛肚论 毛主席的认识论 里边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正确的意见 往往就是由系统的拨导 不正确的意见而产生的 陈云还有一句话 各种资产阶级的 假马列主义的错误思想 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 正确思想的产生 提供了条件 陈云同志 那一代老一辈革命家 对毛主席的心悦诚服啊 对毛主席的极端佩服 对毛主席的那样的 信服 那是由衷的 是一次又一次 反正按毛主席的这个招来办 这个革命就胜利了 按那帮袖策的招办 要一次又一次失败 所以呢 陈云同志 陈云上海人 是吧 留学莫斯科 见多识广 毛主席呢 要答案学历来说 那没出过国啊 中专生啊 毛主席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呢 是个土包子啊 但是毛主席在全党的威望 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因为一次又一次事件证明 毛主席对了 毛主席不犯错误 但是那些人犯错误 而且犯的错误很大 一个错误就把整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输光了 不按毛主席的招去办 长征路上就没了 所以你回顾整个中国革命的经历 没有毛主席 哎 中国共产党 中国工农红军 早都没了 所以正是因为毛主席呢 相当长时间里面 毛主席代表正确 毛主席代表正确 不是这个人怎么样 而是毛主席的思想 他总是和客观实际呢 相吻合 所以这个陈云 莫斯科回来的 他说正确的意见 往往就是由系统的 拨导不正确的意见 而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的 假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 为毛主席的真马列主义的 正确思想的产生 提供了条件 然后作为毛主席的战友 陈云呢 他讲毛主席著作怎么写 他说毛主席的著作啊 毛主席著作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写的 比方说写论持久战吧 毛主席先去搜集那些速胜论的 还有那些亡国论的 他们都是什么论据啊 然后呢 经过分析 毛主席得出了 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 这个正确的结论 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文当中 毛主席首先批驳 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 或者只要研究 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 或者只要超 北伐战争的经验 就可以解决中国革命战争 战略问题的错误意见 然后毛主席提出 必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 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特点 还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 规律和战略战术的正确的主张 我是觉得陈云同志 歇息毛主席的出作 那是画了镜子 跟我们很多人读 有读个别词句 然后谈点个人的肤浅的看法不一样 1947年陈云同志谈 毛主席延安文医次团会上讲话 大家知道前几天 我刚做两期节目讲的是 毛主席在延安文医次团会讲话 发表80周年 我在北京作为军委会的列席的代表 参加人一大帮大领导 包括红旗杂志的领导 什么这个人民日报的领导 还有那中国文联的领导参加的 包括一些老领导 大评论家 北大教授 人家参加一个座谈会 我本来是列席的 后来忍不住 我在那说了几句 当然我说的就是老百姓的意见了 对吧 那个会上我很受教育 就大家对毛主席 延安文医次团会讲话 发表80周年来 中国文艺界的情况 大家拢了拢情况 谈了一些观点 我觉得好多观点是 震聋发聩的 毛主席文艺 在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 发表80周年 中国的文艺界的问题 没有彻底解决 根本的问题 是文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好多人呢 还是没有兴趣写人民群众 不关心老百姓的命运 他们只写自己 写我痛苦 我孤独 我愤懑 我压抑 我遭到了不公众待遇 我裤子一脱 我的欲望 想表达 我创新 我思想 我解放 我要 我要 我还要 我现在就要 写的全是这玩意儿 或者写的是 我祖宗 甚至是我妈妈 我爹 我们家族 我们村儿有很多 见不得人的事情 你们快来看呀 我们村儿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然后就在洋人的拿奖 这叫什么东西啊 这叫在反映在我们的唯一创作当中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叫骂娘 这叫跟祖宗过不去 这叫取消我们民族文化自信 所以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陈云他说 毛主席那个讲话呀 也是先批驳 文艺是超阶级的 啊 说批文艺工作者 无所谓什么阶级立场观点 进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当中 阐明了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 毛主席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陈云同志 这料料几语 这可以说是点中要害 就是要讲革命的文艺 大众的文艺啊 你今天你不跟老百姓说话 不跟老百姓给谁说话 为地主资产阶级 帝国主义服务吗 你为老百姓服务 可是老百姓没问话呀 老百姓吃不上饭 老百姓受压迫 老百姓还有很多自己的不好的习惯 例如不讲卫生的习惯 那就对人民群众的批评 要有分寸 要爱护人民群众 那就要提高他们 要帮助他们 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服务 所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 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 唯一的标准 就是你适不适合 和他们结合 也就是说 确定了文艺 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之后 重要就是 你把立足点转过来 把屁股掉个地儿 坐到老百姓的椅子上来 跟老百姓打成一片 然后呢 思想感情转移过来 为他们服务 然后呢 你的文艺形势自然就改变了 所以延安文艺专弹会讲话之后的 那种呢 这个兄妹开花 兄姬 兄姬 高爷们高声 那歌 今天如果用洋嗓子立起来 意大利发声法 那叫什么唱法 但是那个时候有效的 孤了民 人民群众 学文化 是吧 开荒种地 大生产 解决边区的生活困难问题 对吧 黑白人上两格子 房爷们放广明 两格石 甚莫子 学习 学习儿子 还有白毛女 那像这样的一些 当时 如火如荼的 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当中 难免发生各种各样认识上的错误 那怎么才能校正错误 怎么才能校正方向 陈云同志说 那就是要不断的修正错误 怎么才能少判错误 怎么才能修正错误呢 陈云的文章 还有一些特别精彩内容 这期我先说到这 下期我接着跟你说 感谢收看 再见